Hello大家好我是影子 然后今天呢我要做的视频 是妈妈木 不朽的名曲的舞台reaction 然后 这次该做 16年4月30号 名字叫恍惚的告白 然后 我们就一起来看吧 然后看完之后 我再说一些我想说的 然后3 2 1 1 2 呀不对等一下啊 3 2 1 3 2 1 哇 看名字以为是一首抒情歌 颜色不一样的 西装 1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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 1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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 1 1 1 2 1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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 1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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 1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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 1 1 2 2 1 1 2 1 1 2 1 1 i know you i know you dance time wow wow oh wow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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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惜 节奏又变 好 又变了 哇又变了 哇 VASA的西装落慢了 天啊看完了 然后 嗯 哇我感觉这首歌对 给我印象就是好性感 好sexy 然后 西装 哇 瞬间想起来了 那个 他们上次回归 那个歌叫什么 呃 那个我不会读 那个 就是和男生对系 那个叫 滴滴 什么什么 怎么读来着 哇 然后 呃 对 然后 然后 就是这个 文彪 啊 新一他的那个 part 好少 只有一个rap 然后但是最后那个比较撩 就是耐腾那点 哇 对 对 嗯 我感觉 他们就是每次节奏都会变换很多次嘛 就是 基本上每次都是 除了有时候 一些情歌 然后这种 就感觉他们就像那个就是 韩 韩 韩 可以玩弄着节奏 对 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 对 然后 我现在就是 嗯 就是拍手有点举不起来的原因 就是因为 我先写去了 我这 哎呀 哇 就是这里 能看到吗 这里 嗯 然后就是 然后有点举不起来了 不过还是要为 妈妈母拍手 然后 这个视频 然后我就坐到这里吧 然后喜欢我 或喜欢我视频的小可爱 可以点关注点推荐 投影蜜加收藏 然后 我们下一个妈妈母的 就会给你